好,然后我们一边开始准备看第二篇 好,句子合并,第12题是句子合并题 那么句子合并题我们说过 一是要找出,就是说正着解的方式 就正去做的方式 找出这两句话的关系 然后来去确定 然后如果说大家在考量时间比较急的话 大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去确认 就是说可以这么去考虑 它的考点一般 我不说绝对 就是一般会有这三个 第一个是简洁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逻辑关系 好,第三个是什么呢 内容主次 就是主要的内容有没有变成主句或句子主干 好,这要题其实主要考的就是一个简洁的关系 当然它有涉及到逻辑 但是不是那种明显的逻辑错误的内容 所以这要题主要是简洁 好,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第13题 第13题有个很重要的突破口 就是你看这里有个end对不对 这个end我们看到后面这个是garlands对不对 花环 那既然是个名词 那肯定跟前面也是个名词来去对应对不对 那我们看前面这个festive weather 它是怎么样 两个并列的形容词 那我们说过说end如果它去连接两个并列项的情况下 如果这两个并列项不是句子 那end前面会不会有逗号 那我们看到这里是两个名词的并列 那end前面会不会有逗号 不会有逗号 更不会说其他标点符号了 所以一下子就直接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答案就是dog这个选项 d选项 所以这是标点符号的一个问题 关于end这个词 它去连接并列项的时候 它的标点符号规则 建议大家可以去怎么样 仔细学一下 如果你看到end连接的不是三个并列的句子 不是并列的句子 它前面又有逗号的话 它肯定连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并列项 因为只有两个并列项 这两个并列项又不是组句的话 end前面是没有逗号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14题 14题又是一个内容选择题 它其实是有个特殊要求的 好我们看这个特殊要求是什么 它说划线部分怎么样 最有效的能够完成对某一种怎么样 这种武师的起源的一个解释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到前面 它其实已经说了 它这个解释已经说了一部分了 它说关于武师的起源 其中一个版本是怎么样 就是说是人们试图要去躲避一种 什么去避邪对不对 它躲避这种邪恶的东西 好 我们看到要跟这个有关的其实是什么 是C选项是最有关对不对 它是不是摆明了前面所说的 word of an evil spirit 跟武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不对 就是村民怎么样 穿上这种狮子的服饰对不对 装扮成狮子的这种服饰 来去吓跑这种evil spirit 这是不是就讲明了一个起源 对不对 这个武师跟这个什么evil spirit的关系 这就是一种起源的解释 C选项是最契合的 因为它既讲到了lion costumes 又讲到了这个spirit 很好的解释这个起源 好 这是第14题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5题 它说哪一个选项最有效的总结了这么一个段落 总结这么一个段落 那我们不错了 不好意思说错 不是总结是结束这个段落 conclude的后面如果加名词的话 如果加名词的话 它不是总结意思 它是结束的意思 所以大家想想 这个选项要不要求 它是对全段阻止的一个总结 不需要 因为conclude在这里不是总结 它就是结束的意思 你要选一个合适的结尾句就可以了 结尾 那结尾句的话 我们有一些要求 就是说如果能总结 当然最好 但如果它不是总结句的话 那你也要做到比方说 不要乱开新话题 对不对 不要去跟前面的这个内容冲突 我们看一下A选项 它说目前的 它说目前的这个function 它说它这个 目前的这个目的就是celebration 好 错了 这一段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这个 武师的一个起源 然后你会发现说 最后这一句话 它跟怎么样 武师的一个起源怎么样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boy这个选项 他说怎么样 结果这个怎么样 这个武师的起源怎么样 根本就不重要 好 不重要还说这么多 等于就是否定了 这一段说的意义 实在这一段 好像就是一段废话 对不对 好 这个也不合适 作为结尾句 好 然后呢 C选项他说whatever is origin 好 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 好 它今天的 它怎么样 它今天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不是提及到了前面对于起源的一些猜测 对不对 它是跟前面段落前面内容是有联系的 那么C选项是合适的 虽然它提到了现在一个功能 但是怎么样 它也怎么样 跟前面联系起来 好 做了 而且做了一个对现在的一个展望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D选项 他说things are different this is this of course 事情跟现在怎么样 完全不 就是什么 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句话 其实也是跟前面讲的这些 武师的起源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只有C选项 whatever is origin 它是跟前面是契合的 好 然后接着这是第15题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16题 16题考的其实是句子结构的题目 句子结构 首先呢 不可能去选CD选项 因为前面 因为这个逗号前面已经是有完整的主位结构 是一个主句了 对不对 line dance 做主语 然后为快速为语动词 如果选CD的话 就是用逗号来去连接两个完整的句子 然后呢 boy这个选项呢 也是明显错的 因为这个定语重句 它的先行词是two dancers 所以不可能用which做关系代词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17题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同类比较的题目 这里是不是提到了有一个 是不是提到了有一个就是 are similar to 对不对 跟什么什么是相似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结构 好 对不对 它不会直接 它说我这个武师当中这些动作 跟这种武术和杂技之间的怎么样 动作是相似的 不能怎么样 不能直接说moves和这个武术跟这个杂技来去直接做对比 好 我不知道这个similar是 呃 不不 我不知道这个 比方说这个this很多天你是不是指的是15题的dog选项啊 对他说this days指的是怎么样 指的是现在的意思哈 在现在怎么样 爱现在是个事情已经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好 好 不是表示是很多 并不是表示很多天的意思 好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第18题 好18题其实也是一个内容选择题 大家发现它也是有自己具体的要求 大家会发现说但凡是内容选择题 如果它题目的要求越具体 它其实越是送分的 好 我们看一下题目要求 它说它哪一个选项提供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要怎么样啊 最符合这个风格跟内容 跟谁最符合内容 风格跟内容啊 跟这个鹿龟啊 跟这个龟的这个象征意义 在风格上跟内容上怎么样 要一致 那我们看一下 A选项有没有体现这个凤凰的象征意义 没有 它直接说是这个凤凰是什么 B选项它是有个象征意义 也说凤凰象征一个新的开始 好 C选项说的是这个凤凰这种动物的一个来源 对不对 从中国神话当中来的 好 它也没有怎么样 它也没有提到这个象征意义 好 然后第一这个选项说是 它提到这个凤凰肯定是有象征意义的 但是呢 我们注意一下 它提到这个文中写到这个鹿龟的时候 是有写明白它的具体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是长寿对不对 好 那第一选项它虽然提到说凤凰这个东西 它是有一个象征意义 但是它有没有提到具体的象征意义 没有 所以也不能选 因为它怎么样 这两个括号内容应该相对应的 后面这个括号内容既然是具体的 那前面这个内容是不是也应该是具体的 所以只有B选项可以选 它是一个写明了一个具体的象征意义 这第18题内容选择题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19题 第19题它是一个什么内容位置题 大家做内容位置题的时候 内容位置题的时候 就是一定在读的时候 当你们看到有这种句子序号的时候 你们读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注意说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连贯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连贯的 以及我们要注意一些外在线索的东西 比方说他问说第5句话应该摆在哪里 我们会看到它是有dear对不对 有dear我们要搞清楚它的指代是谁 往往它的指代搞清楚之后 其实你也就很能确定他发现哪一句话后面 我们注意一下这一段 它大概结构是这样子的 他说尽管武师的服装 有各种各样这种地区上的一些变化 对不对 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 所有这些服装都怎么样 都是使用了什么象征 就是这种标志性的东西 来去象征东西 以及颜色对不对 大家会发现说第2句 第2句 第2句 然后第3句 第4句 其实是不是讲的都是什么呢 讲的都是这种simble的问题对不对 你看看 诶 狮子的头他通常用什么来装饰 凤凰跟鹿龟对不对 各自表示什么 诶 这个绿色又表示什么 金色跟红色是表示什么 所以2 3 4句是不是对应的其实是这个extensive use of symbols 对不对 好 还有就是这个colors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就是说你会发现说 好 你会发现说 然后接着我们发现说第5句他开始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样 是有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讲的已经不是颜色的一个问题 不传承是颜色一个问题 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很多其实是第6句这里说的一个问题 不仅是年龄他还提到一个什么 他说在不同的这种变化当中怎么样 不同颜色的狮子怎么样 是表示不同的年龄对不对 他们怎么样 他们的移动是跟这个年龄是有关的对不对 他们做相应的一个移动 你们看到第5句是怎么去展开第6句 他说怎么样 这种黄色跟白色的狮子他们会怎么样 他刚才说move accordingly 他们是怎么样相应的 跟他们颜色对应他们会怎么样 跳的比较慢 而且比较谨慎对不对 好 然后第7句也是对第6句的一个展开 我们看一下 他说黑色怎么样 他是最年轻的 黑色是最年轻的 然后怎么样 跳的怎么样 最快 而且什么 最欢乐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5、6句简单是一个事情 那么所以第5句 这个Dear Old Counterpart 其实是指谁 这个Dear指的是谁 应该是第7句当中的 这个Black Lions 对不对 所以正常顺序来说 应该是先有第6句话 好 然后呢 第5句话 怎么样 放在第7句话 怎么样啊 第7句话后面 他放在第7句话后面 肯定不可能放前面去的 因为前面2、3、4句 我们说的 他是对什么的一个展开 还是对第1句话的一个展开 好 所以这套题就选择Dog这个选项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下一道题 好 画线部分 这个是一个带子指带有关东西 还有就是跟所有格的这个 就所有格还有这个拼写的一个区分 他这一条是所有 指带 与所有格 好 我们看到这里 他其实画线部分是要指带谁的所有格 指带这个 就是这个Lion Dance 对不对 不可数名词 那或者说是单数啊 这里的话我们应该用its 对不对 好 不能够写这个its的缩写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第21题 21题是一个什么 逻辑主语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逻辑主语 开头有一个分词撞语 叫做approaching a doorway 对不对 会发出这个approaching 这个动作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Lion 对不对 应该是Lion 所以句子的主语 跟这个前面分词撞语的逻辑主语要一致 所以呢 只有boy这个选项是对的 其实这里其实在sdatgram分类当中 它其实就是属于修饰语的那一个部分 好 接着我们看第22题 它是简洁 好简洁性 这个很简单 就是 其他选项其实都有重复怎么样啊 都有不必要的来去重复 之前出现过的一个信息 所以呢 Dock这个选项是最简单的 其他信息在前面怎么样 都已经有出现过了 好 这是第二篇 好 再听了同学告诉我第二篇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 发个一 然后我们看第三篇 好